前港督彭定康访港 记者问他对林郑特首批评应政界人物不应批评法官有何回应 肥彭说他从未批评过法官 他批评的是律政司长袁国强覆核商学三指形歧视遭透了的政治决定 因为他没理由想不到会引起的国际反应 他又说 必定是袁国强吸了林郑错误意见 不然以林郑那么高质素的官员不可能会做这样的蠢事 一语中的 是蠢 97前 李柱明奔走国际 要求国际关注香港97后能否逐享人权自由 强调不早日实行民主普选 就难保人权法治不会消失 北京官员及亲京派平击他 危言耸听 97之后 频频回应质疑以饥风 李柱明还自由得狠呀 天天鼓吹人权自由 反对共产党 但还没有人将他打入监牢 之类的说话 马丁 李柱明 没坐牢 成了亲京派的经典反驳 我们见了李柱明就开他换笑埋怨他 一天都是你的错 怎么你还没坐牢 其实答案清楚得狠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以中共手段 要李柱明坐牢有多难 但偏偏让他高调自由 高调反共 他仍没坐牢 证明香港的人权自由完整无缺 如今 马丁仍是自由 可是司长一个决定 打开了监狱大门 启动了16名年轻人即时入狱 国际未必肯了解东北发展抗争的因由 但 夺公案 少年黄之锋及年轻学生同伴反抗北京 争取民主 和平抗争 雨傘运动 却是影像全片全球电视 电子传媒 触动人心 这些年轻人为争取民主理想而被判入狱 信息清楚强烈 不引起国际舆论激烈回应才是出奇 这不是蠢是什么 袁国强把覆核申请说成事 依足程序 完全是基于法律需要而不涉及政治的决定 全世界的律政司长都知道是荒谬 如非不明白职能就是说方 检控与否 覆核与否 特别是在一件公众关注的案件上 当然是政治决定 顾及对公义 对人心的影响 社会及国际对香港法治的观感 全部需慎重思量 这是他的职责所在 也是他要付上个人责任的决定 负面后果还会像野火搬销下去 因为上诉庭的裁决有约束力 抗争者的案件已涉及百多人被检控陆续受审 一个一个的新版马丁郎当入 戀营